大家好 各位在生活中呢 可能会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比如在家里跟媳妇吵架 一般这个跟媳妇吵架 男的赢不了 老公气急败坏 心里可能都会想 找个地儿给你卖了多好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种想法 反正我不敢有 咱也知道呢 这只是气化 再混蛋的人也不能这么干 光天化日之下 公然买卖人口 这还是人干的事吗 不过这事啊 放在几百年前的英国 卖老婆的行为呢 居然是常态 所以今儿呢 咱就来聊聊这个 相传啊 英国卖老婆这一行为 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 根据英国的史籍记载 1302年就有人呢 把妻子气聚给了另一个男人 从16世纪到19世纪 每年英国的村里 都有无数起这样的案例 一般来说 这个卖老婆的流程是这样的 老公先到村里 把媳妇呢登记为商品 然后呢进行出售 把人带到一个公共聚会点上 在媳妇脖子或者腰上挂上带子 证明这个人要卖 就像中国古代卖孩子 头上插根草标一样 拍卖呢 通常选择在酒馆啊 集市啊 这些公共场所进行 拍卖之前呢 老公先张贴公告 说我媳妇长得好看 身材好啊 会洗衣服做饭 拍卖期间要有证人在场 让这场拍卖会有保障 省得双方反悔 一旦有另一个男人下单 前夫就放弃了对妻子的一切权利 之前的婚姻呢 就立刻失效 随后呢 新买主对他新购买的妻子 承担经济责任 拍卖没有固定价格 贵的能卖到几百英镑 但来参加拍卖呢 都是村里的街里街坊 或者同乡 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也就是给个矿八毛子就完了 甚至呢 就有象征性的给一辩识 一个人呢 就这么被交易了 买卖双方完成交易之后 往往会专门留下 类似收条的东西 上面有日期 有交易双方的名字 有见证人 不过呢 英国的法律 从来没承认过 这卖媳妇是合法的 但是呢 后来的这个英国乡村的 神职人员和地方官 对这种行为 选择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 1819年 爱尔兰阿什伯恩一伙人 正在市场上卖老婆 当地法官呢 看不下去了 当众举着法条 劝各位 说你们这种行为啊 是违法的 有什么可以去法院谈吗 结果遭到一顿毒打 把他插了出去 打他的人里边 有看热闹的群众 有男方和男方的亲属 甚至还有女方的亲属 因为在当时的英国呀 妇女愿意自己站在货架子上 被卖出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得从当时英国社会说起 在近代的英国 很长一段时间里啊 女性的地位呢 曾经倒退的比中世纪还要卑微 原本啊中世纪的女性还可以独立进行经济活动 签合约的时候呢 能直接数上自个儿的名 甚至呢 能够继承祖上的爵位和封地去带兵打仗 但是到了近代 女性一旦结婚 包括自己嫁装在内的所有财产 都要归丈夫所有 已婚妇女也没法申请离婚 这是丈夫才能做的事 不过就算丈夫想离婚 也不太好吧 教会认为婚姻是神圣的 结婚是上帝的旨意 因此要解除神圣的婚姻 就不是普通的基层法院可以办得了的 那要想离个婚 那简直要惊动国务院啊 严格的来讲是说议会 从十七十年末开始 要想在法律意义上实现离婚 必须取得议会法案的批准 整个程序是极其繁琐 首先 要在宗教法庭上取得夫妻分居的判决 而宗教法庭呢 原则上是反对离婚的 离婚的唯一理由是妻子通奸 这样丈夫呢 就得在普通法院先进行通奸起诉 然后各方调查取证 等到罪名成立 才能向议会提交离婚申请 从案件起诉到结案 每一个环节都要收费 收费多少 全凭法庭职员的良心决定 办理离婚的手续费 一般是200到300英镑 要是把之前司法分居和起诉通奸 所需要的费用 拢得一块堆 前前后后 没有个1000镑是下不来 1000镑是什么概念 1832年议会改革的时候 改革法案规定 年收入在10英镑以上的人 拥有选举权 而此次改革 让选民人数增加了30万 选民比例 从5%增加到了8% 也就是说年收入10英镑 已经是收入排在全国的前8%的富人 一个英镑是将近9克黄金 10英镑就是90克黄金 1800年前后 英国工人的年薪是2.5到4镑 那个时候妇女还不上班 这钱是英国工人阶级 一大家子的全部收入 能掏出这笔钱去离婚的 绝对是处于社会最高层 最顶层的大资本家 或大贵族 其实哪怕能掏出这个钱来 贵族离婚也不容易 第11代诺夫克公爵 想跟老婆离婚 跟自个的棋子谈和平分手 博得棋子一家人的支持 但走流程的时候 办事员一路是吃拿卡要 离了10年才离婚成功 因此英国的离婚率也低得吓人 这个1800年 英国人口是900万 整个18世纪英国只有130起离婚案 国家设这么高的门槛 不让离 民间就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一旦俩人实在过不下去了 丈夫就把媳妇带到集市上卖掉 就像开头提到的那样 在当时人的眼里 卖老婆跟结婚一样 是要有相当的仪式感 买媳妇的那位 往往是女方事先找好的新老公 要么是女方的亲戚 这可不是亲戚买回家当老婆 儿日需要这样的交接仪式 帮助女方脱离婚姻的苦海 既然卖老婆这个行为 能这么有仪式感 那交易双方就不能轻易反悔 1830年出现过这么一件事 媳妇走上货架子的时候 做丈夫的反悔了 想拉她下去 但媳妇就不走 给了男的一耳光 老娘早不想跟你过了 底下的观众也喝倒彩 说你俩别闹了 我还等着出价呢 英国小说卡斯特布里奇市长 也讲了这么个故事 水手喝醉酒了饭魂 卖老婆 行酒的时候后悔不及 于是努力奋斗 当上市长 不仅把人赎回来 老婆还给他带回了一个大姑娘 市长成功喜当爹 由于这种行为实在是太荒唐 因此在1857年 议会通过了婚姻诉讼法 当事人可以直接上民事法庭申请离婚 这个离婚费用大幅降低 变成了40到50磅 当然依然不便宜 因此卖老婆的行为还在 一直到20世纪之后 由于民法逐渐健全 国家增大了对这一行为的打击力度 再卖人需要判至少半年的监禁 这种行为才算是彻底消失 咱今儿看呢 可能觉得这玩意匪夷所思 英国作为一个那么文明的国家 怎么能纵容这种行为到20世纪 其实呢 当事人来讲 这种行为没有太多野蛮的成分 大多数情况下卖妻是争得了妻子同意的 这是社会上层指令的法律 不符合民情 在社会下层人士离婚基本不可能的时代 民众自个儿想出来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虽然政府和教会没有承认过它的合法性 但这种习俗在英国社会延续了将近200年 实在是证明当时政府的法令不合理 民众呢是有对策的 这是畸形社会下必然产生的事 要想杜绝买卖婚姻 光靠禁止肯定做不到 而得想想这件事为什么会存在 你得从源头上入手 把离婚成本降下来 夫妻过不下去了 上民众级就可以解决关系 这样买卖婚姻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那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道理啊 在买卖婚姻适用 放在其他事件里也适用 要禁止什么东西 你别光想着下命令 而更多要从源头入手 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好了 那关于英国人卖媳妇 咱今儿呢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